川普曾经警告啊 说如果他当选总统了以后 哲伦斯基如果不愿意坐上谈判桌 跟俄罗斯谈判 美国将断绝所有的军援 保洁你知道那个军援不是炮弹而已 不是155榴弹炮 不是海马斯火箭弹 不是这些飞弹 战术远距离的飞弹 不是 乌克兰现在连薪水都是美国在付的 是假的 乌克兰现在能够这些军方 这些军费呢 能够维持下去 这个仗能够打下去 是美国在负责的 你要知道 所以这么庞大的军援 至少上兆 更何况也包括这个 等于说欧盟跟北约 所以你知道 现在这场这个辩论一结束了以后 北约立刻派一个高级官员 进驻到基辅去 为什么 现在目前看起来 超过六七成的几率 那么川普很可能再次入主 这个怎么白宫 那入主了以后 他会不会做出什么事 没有人知道 而且要命的是 为什么说第二个 习近平会很紧张 因为很简单 川普不跟你说什么 记不记得他跟那个 川普跟习近平吃饭的时候 那那个 川普过去敬酒 给习近平敬酒 在耳朵旁边说 我刚刚发射了好几十枚 川普须一飞弹 59枚战俘 直接战俘须一飞弹发射 然后让这个习近平 愣了好几秒 打叙利亚 不知道怎么办 最后知道干杯 然后吃牛排 怎么办 怎么办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场辩论会没想到 已经造成全世界 今天动地的大变化 还有 那么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里面 F-16即将进驻乌克兰 我个人相信 应该已经进去了 只是不能讲 为什么 因为从俄罗斯一个动作 可以发现 俄罗斯用无人机跟飞弹 直接炸 在乌克兰境内 所有 包括这个F-16 可能降落的跑道机场 那么在F-16 那么如果要进去的话 总共有11个国家 组成战斗机联盟 那么美国的很多先进的武器 为什么飞F-16不可 因为美国跟欧盟 跟北约 所提供的这些先进的飞弹 如果是二字的飞机 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F-16一旦进去了以后 如果到时候 普丁面对这个 不愿意去和谈的话 那川普源源不断 把这些先进的武器 给了这个的乌克兰 那普丁还有明天吗 另外一讲 现在对中国来讲 就非常的尴尬 因为中国现在 在俄乌战场上面 非常清楚得到了一个事实 就是现在二次的武器 碰到美制度的武器 你完全英雄无用而定 你完全像一般废铁 之前不是讲吗 现在要打的ATSM 也就是把我现在 精准的把你的SAM-300 把你的SAM-400打掉 但我现在没办法 俄罗斯就把最厉害的 最神秘的SAM-500也推上去 结果没有想到 他的SAM-500 这个鸭箱宝的武器 才推出没多久 又被干掉了 SAM-500 保洁哥可以说是 这个俄罗斯的防空系统的 王牌当中的王牌 也号称是全世界 最杀的防护之盾 性能最强 结果没有想到 在这一次这个俄乌战事当中 最新的俄乌战事 这个乌克兰竟然用美制的 Attackens的战术飞弹 就轻轻松松的把射程 最大射程具有600公里 它的射高就可以到 150公里到200公里 这么高的这个地方 造价俱称高达6亿美金 这样一个这么高级 这么贵的这样一个 SAM-500的防空系统 把它给摧毁 这是乌克兰的军邦 首次摧毁 还是用美军 等级不是很高的 这个战术 陆军战术飞弹 Attackens 就把它击毁 而且把它的整个雷达 也都整个摧毁掉 这个是乌军释出来的一张照片 乌克兰的一个 这个乌军的 他的一个这个炮兵连 他就讲说 我们先 因为上级还没有完全批准同意 所以他们先把照片给大家看 他当然想要用挤牙膏的方式 看俄军你会怎么回应 你如果再回应 那我就把影片再公布给大家看 你到底承不承认 你的SAM-500被摧毁掉了 所以你看到 他是在这个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的一个军事基地 然后他那边有这个 附近有一个 SAM-500防空雷达 跟他的这个部署的防空备弹系统 竟然被乌军给摧毁掉 当然这个消息也让这个 俄军非常的这个意外 因为我们最强的一个盾牌 竟然被你用这样的一个 飞弹给涂穿 对耶 那如果是其他 我的王牌被你用其他的 这个普通 没有怎么样的这个特别的飞弹 就把我给涂穿 而且刚才讲的 现在中国最强的防空系统 中国现在最强的盾 就是跟俄罗斯买的 SAM-300 SAM-400 SAM-400 那你的SAM-300 而且它的SAM-300 SAM-400 还是比俄罗斯更降一级的 对 你都挡不了 所以看到这一幕 大概中国跟印度 可能笑不出来 你攻击我 那我就干脆把你这个 在克里米亚 至少有90架 无人机的一个军事仓库 我就会把你给炸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克里米亚的这个 放有无人机的仓库 被乌军给击毁了 那还有 乌克兰甚至对这个塞凡堡 克里米亚那一带 他巴射了至少超过 六枚的风暴之影的这个飞弹 打到塞凡堡 打到塞凡堡去 塞凡堡曾经是黑海 最重要的一个基地 他的母港 那他的母港在那边 尤其是塞凡堡那边 还有这个俄罗斯黑海舰队的 758 他的一个后勤中心 据说也被这个乌克兰给 他用巴射的风暴之影 飞弹给摧毁 那俄军还为了防止乌克兰 他们的有一些这个 不只是无人机 还有无人艇靠近 你轻轻松松就会把他的军舰给集成了 所以你看到没有 现在夜间的这个射击 他几乎有点是 你也不要说什么是 那种乱弹乱枪打鸟 但是他就是 无目标的 不断的对海上舰领 还有对空不断的扫射 因为他就怕他无人机靠近 你说这俄罗斯 这是俄罗斯 盲目射击 盲目的射击 他就这样子整个夜射乱打一通 当然你 你透过红外线热显像 可以看得出来 他好像有打中某些东西 但不管怎么样 你也是在消耗自己的弹药 你用你的 不管是舰载的 或者是基地的 陆机或海机型的 你就是盲目的去掃射 怕乌克兰的这个 他的无人机靠近你 那乌克兰的这个 在战场上还有一刀 那因为俄军 就宣称说F-16战斗机 你准备要这个北约和美国 你要军援这个乌克兰的 那俄罗斯就想说 我就干脆去炸你的这个机场 尤其是俄罗斯 他炸的是 宣称是说乌克兰的北部 北部东部的这个基地 他的这个乌克兰的空军基地 去炸他的这个 苏凯善系的战斗机 他宣称炸了五架 可是你看 这个是俄罗斯官方 释出来的影片 他是用Telegram所发布出来的 那可是我们没有看到 他炸了五架战斗机 目前影片当中 看起来只炸了一架 而且旁边的这个跑道 还是完整的 他似乎感到压力 因为我们昨天讲到 俄军现在怕川普的这个因素 他就猛攻 加大他的攻势 乌克兰呢 那我也加大我的攻势 也要赶快去 让防止你 所以看到他的这个影片 似乎有剪接过 因为没有看到 这个战斗机被炸了之后 他会有照理说 会有二次爆炸的 那个画面 这个产生 其他的那个影片 他这是无人机去拍摄的 最好笑的是 乌克兰他去派无人机 去攻击这个俄军的时候 俄军的防空飞弹 既然没有射中那个无人机 无人机这样子这样子飞过去 你从无人机的视角 有一段影片 无人机的视角 这样子飞过去 这样拍的时候 拍到那个俄罗斯的防空飞弹 他的防空飞弹 从地面上就有一个烟 这样子爆发出来 这样咻这样射过来 结果没有想到 没有射中这个乌军的无人机 反而被他这个躲过了 所以也让大家质疑说 俄军里的防空系统 到底怎么了 我们看上个礼拜五 拜登跟川普那个悲惨的90分钟 拜登那样的一个恐怖的反应 真的已经吓到了美国 现在不只吓到美国 现在也吓到了全世界 而且这样的一个恐惧 这样的一个联谊 甚至还影响到中国 俄罗斯跟北韩三方唯妙的一个互动 最近有一个人突然跳出来讲话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教授 他叫郑永年 一般认为说 他是习近平的智当 因为习近平有很多事情 是跟他商量 跟他讨论的 他居然放了一个话 他放了什么话 他说现在在中美大对抗 就是说美俄大对抗的状态下 美国跟俄罗斯你不要选边 如果中国在美俄选边的话 那就会造成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那就不对啊 今天中国还有选择吗 中国本来不就要站在俄罗斯这边吗 你的不选边不就代表 你不要去挺俄罗斯吗 如果你不去挺俄罗斯 这个时刻另外一个变化就出来了 现在我们看到金正恩还有普丁 普丁当时去拜访北朝鲜的时候 他迟到了迟到 让金正恩等到了半夜两三点钟 我们看到在这个会谈的场合里面 普丁完全非常不把他放在眼里面 他去干嘛 他就在玩他的麦克风 当时的金正恩刚刚讲的 眼神非常的凶狠 非常的不高兴 可是就算你们两个人各怀鬼胎 就算你们两个人并没有站在同一条线 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大环境下 北韩做了一个决定 北韩干嘛 北韩现在的卫星是用中国的 现在他的卫星要干嘛 他卫星要用俄罗斯的 还有北韩现在要派四个旅 四个旅的工兵营 大概两万人 我要进到乌克兰的一个战场 这完全的力挺俄罗斯 完全站在这个俄罗斯这边 所以师兄你说 这个国际大局势正在变动当中 没有想到 当大家开始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没错 意识到川普要当选了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一个不可预测的人要当美国总统 大家开始皮穿着蛋了 开始皮绷紧了 开始说了 当中国一说了以后 他就会影响到他跟俄罗斯 他跟北韩的关系了 我们常常说世界是一盘棋 但是问题是现在下棋的那个主key 美国的那个主导人可能会换人 你会换人的话 那当然整个想法战略思考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现在这时候 变天了 对 习近平的国师 他就突然讲一句话 如果中国入如果战选边战的话 三战可能已经开始 其实他讲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站在俄罗斯这边的话 跟美国对抗 那老少第三次世界战争就会开打 所以他意思是说 我们绝对没有站在俄罗斯这边 他说我没有站在俄罗斯那边 就代表我没有挺俄罗斯 所以现在他讲法是这个样子 好 那我们讲除了这个中国目前的讲法是说 我没有挺俄罗斯 为什么 因为他很怕被这个美国制裁 给全世界抛弃 所以他当然讲这样一句话 但是我觉得更有意思是什么 目前为止来说话 俄罗斯 这个北韩 还有中国的关系 在默默的变化之中 那什么变化呢 因为我们知道事实上过去 川普上来把大家都吓坏了 对啊 我们要过去一段时间来说话 朝鲜就是北韩 跟中国关系非常好嘛 可是最近呢 北韩做了一件事 他说什么呢 我们国家电视台播送的这个画面 以前都用中国卫星 但是我们现在改用俄罗斯的卫星 就是用这样 那为什么会知道 因为南韩他们都有在看 因为弄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之后 他们很多南海的监控单位 没办法看到相关的影像 所以他们知道说是换了卫星 而且是换了俄罗斯的卫星 那不是很不给中国面子 你国家这个电视台的话 来说用的这个讯号 从中国的卫星变成是俄罗斯卫星 所以表示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 中国跟朝鲜的关系 没有大家想象的好 中国对自己的北斗卫星 是怎么样的得意 而且他也想说 我的北斗卫星就取代美国的GPS 而且我等于说 大家用我的卫星以后 我才可以变成这个地方的资讯霸权 对 没有想到第一个阿博阿博杠的居然是北韩 对好 那为什么这样说 这个很有意思 你知道金正恩上一次 不是在这个平壤见面的时候 他不是表情很不好看吗 这个川普 这个所谓普丁也是一样 可是问题是保杰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今年已经见了两次面了 见了两次面你知道 从2019年到现在为止来说 习近平还没有见过金正恩 所以说他们两个已经有好几年 没有见过面了 但是他们两个 他们两个来说 已经今年见了两次 所以告诉你什么 朝鲜 就是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 在急速升温之中 然后呢 他们跟中国关系似乎是 渐行渐远的关系 我就连这个国家电视台的 这个我都不要了 好那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所以其实美国一直想用邪恶中心 把几个国家框在一起 这个中国俄罗斯 北韩跟伊朗 对 就跟他讲的 中国一扣了以后 绑得越紧的 对 是北韩跟俄罗斯 对哦 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保杰你知道吗 因为跟川普有关 你觉得川普有关 当然跟川普有关 保杰我问你 川普如果上台的话 他第一个要对付的是谁 中国 中国他绝对把你电得金色色 也就是说 事实上现在拜登的 他的主轴是中国 但是其实他也在对付俄罗斯 但是如果假设川普上海之后 他跟俄罗斯他是怎么说的 说你北约自己打 如果你们这个 我可能就不要支援这个乌克兰 你们北约 欧洲应该尽点心力 他讲说我如果上任之前 我就要把俄罗斯 俄乌战争给结束 第一个 乌克兰如果不配合 不上台湾桌 乌克兰所有的军院 我都不可以演 如果俄罗斯不配合的话 我就把所有的先进武器 而且会解开所有的限制 全力攻打俄罗斯 对所以现在对 这个普丁来讲他时间有限 他应该在川普上台之前 取得更好的战国 这样我在谈判才能够好谈判 那他怎么谈判 中国给我这个所谓资源 没有资源 因为中国已经说我不选边 Q了 但是有一个人会给我 那就是金正恩 那金正恩为什么会 因为老杰你知道 过去金正恩其实很恨什么 我老是被你中国视为是老二 中国一直说 他们之前不是中日喊三国的高峰会 然后还说什么 我们要促进什么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这个对金正恩来说 孰日可忍孰不可忍 我就是有核武才能够搞到今天 就你叫我无核化 那是什么意思呢 所以目前我只对金正恩来讲 他也寄望了川普上台 为什么 川普跟他曾经面过面那么多次 所以他可以直接通川普 所以有点他就不会是中国的小老弟 他就变成是美国的小老弟 都不一定 所以我才说 现在整个疯了 因为川普上台说 真的国际局势会出现非常大 不一样的这个状况 而且现在金正恩没有不敢赌的 没有不敢赌大的 现在赌一个大的是吧 除了刚刚讲 我从卫星从中国变成俄罗斯之外 现在我要派四个旅的工兵 已经大概两万人 我直接要到乌克兰的战场 我要完全站在普丁后面了 对 因为普丁目前为止来说 急需要这个扩大战国嘛 我就讲 如果川普上台之后 搞不好战胜就要在那个时候结束了嘛 你们要双方谈判 那对这个普丁来说 急需要非常好的这个后修军资源 你看最近他不是被打得非常辛苦吗 打得非常辛苦的时候 你知道 那乌克兰说什么 乌克兰说我们 击落了非常多的这个导弹 都是北韩的导弹 北韩导弹 所以问题是 你现在北韩要继续支援我 因为显然中国的资源 到现在为止来说 有一点矩起来 那所以他才来这个地方嘛 那听说他们上一次签约了之后 是怎么样的 这个北韩拿了一亿多美金 就说好 我们要派这个两万名的这个军队 尤其是工兵旅的这个状况 有约莫四到五个旅 然后抵达乌克兰的前线 他们在顿内资格这个地方 他们没有直接参战 但是他们会做什么 这个排雷 还有维稳等等的这个工作 那甚至会帮俄罗斯构建 所谓的军事的这个 这个攻势 战毫 那这个目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他要巩固 现在有的这个疆域 我要把它巩固住嘛 所以就说你就知道说 其实目前是他你看 这个这个金正恩拿了 1.15亿美金也非常好啊 反正拿到 我现在欠缺一些 所谓相关的资源啊 你给我 那我给你这些武器 我给你这些 这些所谓人员 所以现在反而是 站在这个俄罗斯后面的 就是北韩 所以没有想到 上个礼拜五的 那一场的辩论会 现在大家感觉到了 川普要当美国总统了 他的联谊 他的整个连锁反应 会这么的强 而且我们都还注意到了 一个点是说 连BBC还报道 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 我没有想到 中国跟北韩的关系 这么样的糟 也没有想到 金正恩现在 这么防着中国 因为在压力 将在很多 中国跟北朝鲜的 边界的时候 居然刚刚讲的 都确实钢烧 设置铁丝网 他干嘛去阻隔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对 没错 实际上这是BBC的报道 他就说 这个图片显示了 北韩封锁了 跟中国的这个边界 你看这是最新的报道 他在说什么 最近一段时间呢 在Covid-19的过程里面 这个北韩把这个 中国跟朝鲜之间的 这个边界 把它持续巩固了 你说都是弄这个铁丝网 对 铁丝网都弄起来了 那整个国境都弄起来之后 很难跑出去 另外是什么 宝贤你仔细来看 之前的这个围墙 是这个样子 那现在变成什么 变成围墙中间来说话 他有这个哨所 一个一个哨所在这边 也就是说 他巩固非常严重 就是不让你跑 而且他也不想让中国 我都不想跟你互相往来的这个局面 所以我在这个所谓的 中国跟北韩之间 我不但是有铁丝网 我不但是铁丝网一段时间 我都还有哨所 哨所就有军人 在这里严密监控 对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你可以讲 这是之前的 这个原本的这个画面 你看 他现在把很多桥 都把它组起来 然后把这个所谓围墙都组起来 在这个压力 像这个周边 你看 以前是没有 现在是有这座墙 另外一个你看 原本在这个北韩 跟这个中国的新益州 这个地方来说话 原本你看 蓝点的部分 就是相关的这个 蓝结点这个部分 那红点的话 就是他们之前的这个哨所 好 这个围墙 你看现在 现在你看 这个哨所 这个红线还在 但是红点红点都是什么 红点红点 就是一些相关的 边境的这个措施 至少有2370 307个 他根本是搞了一个万里长城 对 所以你说 他把他跟中国之间的封锁 把他封得越来越严格 那你可以看到 原本在2019年 在之前的这个 这个是这个样子 那你看 现在已经 盖了非常多周边的 这个大楼什么什么 把他封锁起来 所以可见 北韩现在是比较防谁 防中国 防得非常非常严密的一个状况 而且你特别提到就是 在庞贝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当时是吧 就是这张照片 他当时有跟金正恩戒辩 他说他最惊讶的一段话是什么 金正恩跟他讲 不要相信中国人 中国人都是骗子 对 这句话是来自什么 是来自 庞贝奥的回忆录里面 他就讲到说 他去见金正恩的这个件事情 那金正恩就跟他说 他认为说 中国都是骗子 他说 我还宁愿美国在这边驻军 因为为什么 你美国驻军的时候 在保护我们这个朝鲜 免于收到中国的威胁 所以他言下之意是 因为南韩有这个驻军的时候 所以中国拿我们美子 他说万一 如果假设美军离开的时候 中国可以掌控 整个朝鲜半岛的时候 我们就会变成西藏 所以他希望美国在南韩驻军 对 他说我们会变成西藏 我们可能变成新疆这样 可是保护 他讲的话道理对不对 如果我们仔细来看 因为朝鲜半岛对中国的安全 太重要了 所以中国一定会想要控制 朝鲜半岛 那是毋庸置疑的 所以如果中国想要去控制新疆 中国想要控制西藏 他就没有道理 不想控制朝鲜半岛 所以这就是金正恩怕的 金正恩就说 因为你们驻韩美军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我们就免于中国的威胁 他跟蓬佩奥这样讲 蓬佩奥就很 有点惊讶 他就说 他说我们这个 中国常常重生的美军 撤离韩国将会让金正恩开心 金正恩笑得起来 并且兴奋地拍打肚子 感叹中国人是骗子 骗子 所以你看他原文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知道 其实金正恩的这个想法里面 他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好朋友 真的在国际关系里面 真的虚实难辩 对 没错 所以你知道事实上你看 而且他们见面的时候 还有非常有意思 他说这个金正恩跟这个蓬佩奥说 没想到你会出现 我知道你想杀了我 这样一个状况 他说对啦 我们是的确想要杀你 但是我们练习很多 没有杀掉你 但是我现在很想杀了你 但是你知道 他们国际现实的环境就是这样 即使我要杀掉你的时候 两个要合作的时候 还是可以互相的合作的一个状况 甚至你知道 他们后来见面的时候 川普不是跟这个金正恩见面吗 他就说 他把它称为叫做小火箭人 Little Rocky Man 就是这样金正恩跟这个川普见面说什么 你叫我火箭人没有关系 但是不要那个Little 所以那事实上显见 即使是他们双方这个你来我往来说 他们也知道 我们真实的这个利益是什么 所以现在看起来的话 真实的利益就是 北韩现在可能要走自己的路 不甩中国了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 之前他不是空飘气球吗 空飘气球弄了一些会晤 有一些大便 有一些回宠跑到了南韩局对不对 他说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丢这个气球 不是丢给南韩看的 我是丢给中国看的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有讲 事实上之前5月27号 不是在首尔开这所谓的三方会谈吗 三方会谈里面 你看李强 这个尹锡悦 还有这个岸田三个人就说 我们要达成这个朝鲜半岛无核化 所以这时候对金正恩就很不爽 我无核了之后 我就没有这个地位了 虽然就在你说要安全的时候 我就故意把这个所谓排泄物 空飘到南韩局 甚至他后来不是在发射 试射这个飞弹吗 所以这个动作就告诉你什么 金正恩现在在川普 可能当选的状况之下 他知道未来我就直接跟川普 这个对话就好了 我还要透过习近平干什么 所以未来的话 这个北韩跟中国的关系 恐怕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 你说现在这个局势 真的是诡谀多变 普丁已经很久没有迟到了 结果没有想到 在拜访北韩的时候 你大迟到你 大迟到你让金正恩 等到了半夜三点钟 而且在过程里面 非常的不礼貌 照理讲 金正恩应该非常的生气 可是没有想到 后面竟然全力的配合普丁 然后这个局势 急转直下里面 关键当然是中国感觉 他在抽手了 现在关键在中国 好像对俄罗斯 对北韩都保持了一个适当距离 而中国为什么要保持这个适当距离 因为川普真的有可能当美国总统了 你知道川普上台之后 中国自己心里有数 他还是川普的主要敌人 那这时候其实金正恩 还有这个普丁来讲的话 对川普来讲 他就是小孩子的意思 你看到一件事情 他说川普说什么 说普丁基本上 如果他在位的话 普丁不会打乌克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现在资罗斯基还有普丁 大家都在找下台阶不是吗 对 但预防川普年底 如果真的当选上台之后 是不是恶乌战争 真的是和平 会露出一杆曙光呢 再来一件事情 你看金正恩 他是从来以前来讲的话 跟川普见过面的 对 而且他其实跟川普 也谈得不错的 那川普这个金正恩来讲的话 跟习近平呢 他之间的友好关系呢 其实没有的 为什么呢 因为北韩常常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来讲 都是猜忌的 知道即便是有中共抗美援朝 但是你知道中国抗美援朝之后 做了什么事情吗 做了什么事 要讨钱 讨钱 清日诚讨钱 金正恩气死了 你进来帮我 你看后面来跟我讨钱 还补偿款等等之类的 再加上后面你再发现到一件事情 金正恩他的上台 中国留了一手 他把他的哥哥金正恩 把他养在澳门你知道吗 后来金正恩来讲的话 他气得要死 你是不是准备要送他回来 要夺取我的王位啊 所以当时不是派人到马来西亚 把他的哥哥暗杀掉吗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 这个北韩一直都在防着中国 那朝鲜半岛以前不是他的朝贡国吗 宗祖国不是这个中国吗 是不是有可能把朝鲜半岛要回来 所以其实对越南北韩等等 这些周边国家来讲的话 他们都很害怕中国强大起来之后 就把他们吃掉了 但是真的怕 对啊 但是美国不会啊 这个是真的 也就是在北韩跟中国的边界 他居然搞了一个像类似万里长车的东西 第一个 我用铁丝网全部包围 我不但包围 我中间还建立了一个一个的少数 是啊 那你知道说 其实北韩都在防范中国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说 你通常把我的情报 都送到南韩去不是吗 或者是说 你可能接收我的相关的情资之后 是不是跟美国交换 当做一个筹码跟美国交换 这其实是北韩非常不信任中国 所以你看到现在 卫星的通讯系统要换成俄罗斯的 其实他更早之前也不是用中国的 后来有一段时间用了中国之后 可能发现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 他的情资可能外泄了 这时候为什么普丁到了这个 这个北韩访问之后 才把它再换成俄罗斯的这个卫星系统 其实这说明一件事情 俄罗斯可能跟北韩也说了 其实我可能也是受爱者 为什么 俄罗斯可能也是认为说 中国也有可能把我的东西 拿去跟美国卖啊 所以这个事情做 就是说中国他想要两面都讨好 你想想看一件事情 北韩的 北约的秘书长史腾伯格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你中国不能游走在 俄罗斯跟北约之间 什么意思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北约来卖哦 中国你可能拿东西到 俄罗斯去卖哦 所以两边想要讨好 结果到最后来讲 全世界把你看破 看破你的手脚 所以北韩可能也 从普丁那边得到很多讯息说 你可能你弄他的卫星 你的通讯系统 你的情资 可能都拿到美国去卖了 拿到北约去卖了 那这时候俄罗斯跟他讲说 你用我的卫星 我基本上我们至少是好朋友 可以挂在一起的 这就我就懂了 美国之音的这篇报道里面 有一条就说 现在北韩从 本来从中国的卫星 变成了这个所谓俄罗斯的卫星 谁发现的 南韩发现的 因为南韩要监控北韩 你这样讲我就懂了 搞了半天 根本不是什么南韩监控北韩 如果南韩可以透过这样子 来监控北韩的话 他就可以监控中国了 不合理 搞了半天是中国根本就把这些资料 不断的交给南韩 那有一天中国讲 我不能交给雷丽 因为他的卫星变成俄罗斯了 南韩才知道你换卫星了 是啊 所以这些事情是南韩透露 南韩官员透露说 怎么找不到过往的这些讯息 代表说是中国卫星漏洞吗 我认为不是 中国它自己也会防范 否则中国的信头都到西方国家去了 只是说中国有可能把 北韩的相关的资讯 卖给西方国家 这可能是北韩为什么现在转成 这个俄罗斯卫星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不是 你刚才提到说 现在中国不但是锁国 不但是开始大桌布 不但是把一个香港 原来全世界最自由最开放的社会 竟然现在是一个举报之都 更可怕的是 全世界都对中国筑起了高墙 这个高墙有实质的高墙 还有关税的高墙 也就是大家不但离中国越来越远 而且开始储核汉界 尽未分明了 是 也就是餐没糕水没劳 餐没糕水没劳了 但是你知道最夸张的一件事情 这禁未分明了 其中的第一个发起 第一号是谁呢 开提枪的 对 这是北韩 而且北韩不是说只是口口声声讲 它是实体上主起高墙 它那时候是在COVID的时候 2019年2020年的时候 它说什么 它说要因我们疫情的关系 你说这个是中朝边界 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这个中国跟北韩的边界 现在都已经有铁丝网了 我跟你讲 它在2019年的时候 在鸭绿江跟信义州这个部分 开始弄围栏 然后已经有124个边界 弄成一个点 在2020年的时候继续加码 既然在鸭绿江 这个研造建了2307个 边境的一个设备 要干什么了 也就是说我们要防人家COVID进来 什么什么成一大堆 结果现在人家的微信一早发去 你竟然从2019年到2023年 北韩因为所谓的疫情关系 建造了482公里的新围栏 不是 而且你想说那是因为COVID COVID现在已经没了 对 那你还在啊 你还在 而且还越来越多 而且你不但在 刚刚讲到你现在那些铁丝网 不但还在 那些围墙还不但还在 你还增加了很多监视的哨数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着他一样要跟中国近未分明 代表着他没有要跟你 自己人 所以这才是一个重招的关键点 今天很多人都在传这个讯息 传这个画面 我们看到连香港的东方日报 都大幅的报道 测试发动机居然意外升空 我是要测试 我是要在地面测试 他居然飞上去 他说居然没有绑号 绑号也就算了 他就在空中 空中里头就爆炸 爆炸里头就坠毁 那这个天兵公司 他不是在吹嘘说 他就是中国版的SPEX吗 天兵公司果然是一个大天兵 本来在地面进行一个 发动机的试车 你让他升空了 升空了之后又爆炸 而且他掉到离人口 从命区不远的1.5公里的山上 这简直丢大脸 你如果掉到人口从命区 那还得了 而且你看到这个火光试射 整个爆炸之后 就好像一枚飞弹 击中了这个一个目标 一个地面一样 整个爆炸之后 吓坏了这个附近的居民 这个画面是发射在中国大陆 这个是算很严重 不是 我本来以为说 它是等于说做火箭的试射 火箭的试射 或者火箭的发射 火箭发射的过程里面 你发生这样的意外 那个大家可以理解 可是你如果仔细去了解 它不是去做火箭的发射 它说我只在地面上面 进行这个发动机的测试 结果它的理由是 我没有绑好 没有绑好 它竟然升空了 升空之后 它竟然爆炸了 如果只是单纯没有绑好 还是说有其他的原因呢 因为像这个 资料发生在河南的这个拱益市 当时一家北京的这个民用 这个太空的这个 有点类似美国的这个 SpaceX 他们现在老共呢 他们也想把说 美国他把低轨的这个卫星 商员卫星 都交给SpaceX 它去这个发射 那中国也要发展 这样的一个科技 所以有很多北京航天科技 北京科工集团 几乎都是以前的这样的一个北京的相关的单位所奔散出去的 然后呢 当中就有一架叫北京天兵科技 它自主研发的叫做天龙三号的这个火箭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爆炸的火箭叫做天龙三号 对 这一枚天龙三号火箭 它本来在这个河南的巩溢 它只是进行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测试 大概在6月30号的时候 结果呢 它进行地面的发动机的一个测试 却没有想到让它意外的这个升空 你升空了之后呢 你又没有好好的去 想办法去固定它 或者是控制它的这个方向 没有想到 它就开始像一个烟蒂一样笔直的坠落 就完全虚空 坠落了之后呢 掉到了这个 离它 本来巩溢市区的人口稠密区 大概1.5公里的西南方的一个山上 然后产生了一个火关 你看到 第一枚照片 它这样子整个坠落下来 很多民众纷纷纷拿手机去拍摄 到了这个坠落 快要到地面的时候 掉到了那个山上就爆炸了 整个爆炸的火关非常的大 那附近啊 方圆大概4 5公里的民众 大家都听得到 而且现在可怕的 它用的是液态燃料 我们知道这个液态燃料 很多是有剧毒的 其实其实我们看到 在贵州的时候 贵州的时候就有一个火箭发射器 它的第二节坠落下来 剧热下你看 整个爆炸的会有那个橘红色的这种烟雾 这个橘红色的烟雾 外面都含有剧毒 有人讲说 你光是闻到 你可能都有生病的问题 就没有想到 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 发生这种事情 现在这样的一个 液态火箭的这个燃料啊 很多国家都已经不再使用 这样发射的装置 大概只剩下中国跟俄国 还在用这样的方式 你看美国 你看日本韩国 它其他的 它不用了 它不用了 欧洲航太总署 跟这个美国的这个NASA 他们更是严格下令 禁止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它发射了这个燃料 那中国俄罗斯用了就算了 你刚刚讲的贵州 是发射在一个多礼拜 也就是八天前 6月22号 它从四川的这个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发射出力是 长征二丙的运载火箭 很不巧的 它里面就是 刚刚我讲的 很多国家已经禁止 在使用了这样一个 四氧化二氮 它的一个整个液态燃料 这个四氧化二氮呢 它里面的这个化学毒素呢 你在爆炸之后 它的特性就会产生 这样一个橘红色的烟雾 而且一爆炸之后呢 那个烟雾你只要闻到啊 你搞不好都会中毒 中毒的话 闻到就中毒 那是会致命的 所以很多国家才开始不用啊 你现在看到 那个颜色都是有毒的 对 它是在贵州省的仙桥村上空 掉下来 因为那个地方 它离四川的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远 它是一个 等于是它的航道啦 那往上升空之后呢 它出现了这个问题 然后发生了故障 那它的这个火箭 长征二丙运载火箭 也是笔直的这样坠落 坠落爆炸了 它的这个整个液态燃料 它那个剧毒就整个散发出来 所以也导致大家看了之后傻眼 不会才经历不落一个多礼拜 一个是这个河南 那现在又是四川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这个到这个贵州掉下来 那你中国的这个火箭运载 你到底是怎么了 可是大家觉得非常困惑 你的航太技术不是已经非常发达吗 你的天空跟你的神州 都可以在这个千分之一秒的状况 要在空中对接 你不然对接 你现在上了月球 上了月球 你还跃到了月球的表面 你还说可以把月球表面的土壤 带回地球来 你看厉害啊 怎么这么简单的发射 你居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状况了 宝洁哥你刚刚讲的那个对接 包括千里穿针 那个都是在你设备和材料 还有这个零附件 源源不解供应的情况之下 你就算产生这样一个问题 你随时去更换你的设备跟零件 没有问题 现在不是了吧 你现在这两三年 东西都被人家封锁 你原物料取得很困难 你的材料零物件 还有最重要的晶片 你都被封锁 那你甚至维修 人家都不敢派维修师到你那边去 你的维修服务 人家也无法提供 所以我们当然以为说 这个所谓的中美战争 只是晶片战争 只是半导体战争 只是未来的AI战争 但不是 现在刚刚讲 你现在看到的AI AI也是他们竞争的核心 而且在航太科技上面 美国对中国也是全面封锁 好 对不对 应该讲 现在中美的竞争 当然是一个霸权的战争 霸权战争一开始 我是在经贸上面做对抗 对抗了以后 其实核心是鼓励的战争 那是一个科技的战争 而这个科技的战争 现在真的已经对中国伤心动骨了吧 因为现在在中国一直在问一个人 就是今天从台湾 叛逃到中国的林毅福 林毅福在三年前 他曾经讲过 很傲气的讲 现在你不卖给我 棘子外光机 森子外光机 没什么了不起 就中国叫做光科技 你不卖给我们光科技 中国在三年内 我就可以把光科技给做出来 就三年了 什么也做不出来 大家问说 你用林毅福说 你的光科技呢 代表你做不出来 就是做不出来 而这个做不出来 碰到了美国铺天盖地的封锁之后 刚刚讲 从航太 从半导体 真的都出状况了吗 对 以往来讲的话 中国虽然说大话 但是他会有方法 什么方法呢 就是偷美国技术 偷 不然就是抢人家人才 所以他用这种方式 可以自己再把它模仿 然后做一个学习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因为美国已经意识到 他不是当年的1980年代 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然后顺势地去投资或帮忙 他现在是全面在封锁中国 所以你知道 从川普时代开始 他就针对中国的航太产业 就进行制裁 你知道我大概查了一下 在2020年的时候 当时川普末期的时候 就已经针对中国45家的航太公司 进行制裁 然后到了2022年的时候 2022年的1月的时候 又针对了总共将近有7家左右 进行制裁 然后在针对2022年的8月的时候 又针对将近有大概10家左右 进行制裁 简单来说 只要中国涉及到 所有航太产业 我大概列一下 比如说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然后它细到什么地步 什么地级研究所 拐拐腰研究所 然后或者是拐拐两研究所 到这种非常细的 你哪个研究所 我都把你爆出来 对一个集团当中的一个院 一个院当中的一个所 什么叫什么所 这个美国一定掌控到 而且它里面又有什么 涉及到什么航太的固态燃料 液态燃料 电子科技 晶片的部分 全部一个一个列表 然后进行制裁 你想想看 过往来讲 中国可以拿到美国这些材料 或者是科技 它当然顺风顺水 你如果推动航太产业都可以 但问题是现在 美国给你断货 给你断源头 给你断材料 那你这时候 就算是你有留下来一些技术 但是你拿不到那些相关的 关键材料 或是关键的晶片 那你怎么去做这个航太产业呢 所以你说我们表面上看到 只觉得现在中美 在进行一个晶片的一个战争 在进行一个半导体战争 未来AI的战争 可是 它其实有一个核心的是 航太的战争 因为航太的战争 跟两国国力军力的战争是有关 我早就全面封锁了 美国商务部 还有美国国务院 都在讲一件事情 说我制裁这些公司来讲 这些单位来讲 都在做什么事情 就是怕中国把这些东西 拿去做军用的 也就是说 其实到最后最终点就是这样 我不给你晶片 不给你材料 都是因为要制止你这个军力扩张 那否则来讲的话 未来你要争霸战的时候 中美一打下去来讲 美国不一定要当这个打赢啊 因为中国来讲 不断的去剽窃偷袭 抄袭 那可能这样的发展 会影响到美国 所以美国为什么 在这几年开始 陆一续制裁 你看到那个效果 慢慢的呈现出来了 2020年 川普的这个末期的时候 开始全力的封杀航太产业 一直到现在来讲 大概四年时间 中国开始 所有状况开始出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一次这些都 原来不是官方所说的什么 没有绑好 然后不小心飞上去了 然后这种事情 难道 所以你不相信 这个所谓的天兵公司 所说的在河南口艺 我要测试发动机 测试发动机的时候 不小心居然飞上去了 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 怎么会有这种 这么离谱的东西呢 所以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有可能要测试的 但是测试的情况之下 发生这种情形 他一定要一种说辞 所以说他没有绑好 这是官方的讲法 但是实际上是什么 看你内部要有深喉咙 要有人出来讲 可能才会有知道说 真正的原因在那里 但是对我们外界来 推估来讲的话 一定是跟美国制裁原料 制裁晶片 制裁电子设备 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因为我们知道 当时在制裁半导体的时候 非常的凶狠 他们曾经有一个 500页的报告 一打下去 打下去了以后 要求所有 刚刚讲的 当时不是卖给了 长江存储 当时卖给了中西 有很多设备厂商 他就当时 马上要求 这些设备厂商 你只要有拿美国旅行卡 你只要是美国公民 你全部都不给我 给我介绍公司 他们说 每个人拿到 那个卡了以后 每个人就坐在办公室 或坐在自己的旅馆 动都不敢动 然后马上买了机器包 赶快回国 对 而且你还发现到 很多美国大学教授 比如说哈佛大学 或是马上理工学 很多大学教授 就是理工方面的 他们收到美国的训令 甚至有些被判刑 不是吗 都是说 天人计划 对 你把相关的科技的技术 泄露给中国 那这些你违反 你过往在美国内部来讲的话 你曾经签过什么 类似保密的东西 或者违反你相关的契约规定 那这些东西 既然人才都被挡住了 原物料被挡住 晶片被挡住 那中国的 这个太空产业 发生状况 其实我也不会意外 中国今天有个 非常辣喳的事情是 朋友看到画面 他们竟然有一个叫做天兵公司 我不知道为什么 要调一个天兵公司 天兵这个火箭公司 他干嘛 他说我要做这个发动机的测试 发动机的测试 竟然这火箭就飞上去 飞上去 然后在空中爆炸 下来变成一团火球 天兵科技公司真的出了大发 被大家笑的是 真的是航空天兵 你看到这一个火箭 它到了空中之后 它疑似发动机 它的这个电子系统关机了 关机的后面 你看它本来这个引擎发动机 它在喷火的那个阶段 它就几乎像一个烟蒂一样 笔直了慢慢的慢慢的 然后就直接这样坠落到地面 然后整个掉到了 距离它的四车台 火箭发射四车台 西南方1.5公里的一个山上 整个砰就直接爆炸 炸成一团火球坠毁了 这个状况不应该发生 因为他们在进行什么 它进行的是一个火箭酒机 并联动力系统 静态的在地面上的热试车 我们知道这种航天火箭热试车 你的发射台 你一定要朗牢的保你的 这个火箭的舰体 这个就火箭 它在试车而已 它在试车而已 你就知道固定 它在固定 它热试车一样会点燃它的发动机 当时点燃的发动机的推力 它没有要让它飞上去 它没有要让它飞上去 它就要飞上去了 对 它发动机它的推力 那时候达到820吨 那时候的这个火箭的发射台 它的这个试车台 你就要牢牢的绑住它 你就是把它给固定住 不要人家跑掉 可是那时候连接它的连接架 跟这个巴射台 它的试车台和这个火箭 于是它的这个系统故障了 没有绑住它 没有固定住它 所以它点火了 加上它推力有850吨 那火箭当然会往上升空 就冲上去了 就冲上去了 它没有要它升空 所以它本来要做一个平地的 这个所谓的推进器的试车 对 我要看这个所谓的推进器 问题有没有问题 对 它就飞上去了 飞上去了之后 然后又感应到说 这不是正常的飞行热物 然后它的这个发动机里面 它电子系统又自动关机 关机了之后 它就没有那个推进 就直接掉下来 就爆炸了 所以除了这个大包呢 整个拱益式啊 方圆15公里范围 全部看得到那个这个大火光 火球啊 所以你看到远远的都看得到 而且听到那个爆炸声 触目惊心 刚刚讲的 我的天宫跟这个神车 都已经可以接了 不但这样子 我还可以到了月球的背面 不但到月球的背面 我还可以把月球背面的土石给带回来 怎么连这个发射的试车都出问题 所以系统故障 这是他们官方对外的说实 那系统为什么会故障呢 火箭的发动 它很重要是电子系统 电子系统最重要是控制它的什么 晶片 那中国这两三年不是在发动 这个大基金所谓的造晶片 他们叫晶片 造新计划嘛 那如果西方现在美国跟中国 在对你进行一个经济围堵封锁 还有科技的封锁 它不让你拿到晶片 还有关键的这个领主件的话 就算这一个火箭本来这次掉下来爆炸火箭 它本来想要比肩 想要对标这个SpaceX的 这个它的一个9号 这个SpaceX它著名的这样一个 这个其中一个火箭 可是呢 你现在性能被发现说 你怎么跟人家比啊 那同样的 晶片他们也想要跟这个 辉达公司来比 可是呢 你的晶片的产能 你现在凉率只有20% 也就是说你有八成的产能是不对的 是不OK的 那你晶片不足 人家的这个工程师又没有办法到你的面 去维修 然后你的设备 你的零部件 不能维修 不能维修 那你的设备零部件又拿不到 那你这种种种因素围堵之下 你要拿到好的东西去充实你的这些火箭 当然就是难上加难了 走 最近大家觉得非常困惑的是 为什么突然发布 李尚福还有魏凤和 两个中国前国防部长 现在不但是落线下马 把他的这个所谓的党籍所有的职位 全部给开除 而且还去质疑说 他在这个所谓的贪赌上面有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现在这个谜题慢慢解除 是因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丢出来 现在中国要开始开三中全会 而且在三中全会之前 其实以前都是可以大明大方 你们也是可以做内部讨论的 这个时刻刚刚讲的 对中国来讲没有一件好事 对中国来讲的经济非常的黯淡 现在如果习近平 我为了担心你们再来逗我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人推出去 我还是反贪腐 你们来质疑我的话 你下场 就是跟李尚福就跟魏凤和一样 可是他没有想到另外一个后裔正事 如果你的国防部长 你的魏凤和 你的李尚福 都是这样贪赌的话 现在全世界都在问一句话 那如果这样的话 那中国人民解放军能打仗吗 对能不能打仗对这个习近平来说 或许还是吃药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要保住他的证券 因为即将要举行 在7月中的时候是三中全会 抱歉 他们三中全会这一次是说 更进一步的讨论 所谓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 问题是你看 现在中国的经济 我们刚才讲到 都是倒退 一个30岁的人生胜利组的坠楼 那包括说目前为止房价在跌 股市在跌 人民币在扁 那中国跟美国的这个竞争这么大 然后科技又落后 AI又走不上 你觉得这一次的三中全会 事实上习近平 他自己觉得压力非常大 他自己或许人家不会逗他 但是他觉得压力非常大 但是他怕人家逗他 那怎么办 你的三中全会只要谈论下一个经济状况 你只要谈论目前的问题吧 你现在不管谈论什么 都很难堪 或许没有人能够挑战习近平 但是习近平自己会害怕 于是怎么办呢 你看 有一个不寻常 就是这一次的魏凤和跟李尚福都被推出来 这张李尚福呢 大家觉得或许没那么奇怪 因为他本来就已经落马一年了嘛 那已经公告他的罪行 还有处理意见嘛 然后给他开除党籍这样一个状况嘛 这其实李尚福我觉得可以 大家可以理解 这魏凤和就有点奇怪 为什么魏凤和就有点奇怪 因为魏凤和之前没有什么问题啊 你看他在今年五月的时候 中国前人大常委会的这个副委员长 这个一个过世 他遗体火化的时候 他的名字还出现在他的花圈里面 所以那时候还有魏凤和的名字啊 今年五月啊 那你为什么后来突然之间 两个月 这个不到一个月之后呢 你就说他也是跟他一样 贪官无力这样 把他拿出来鞭尸 所以意思是什么呢 他现在似乎是 要杀越来越多大咖给你看 就是我连这么大咖 过去的我都把他抓出来了 所以你们敢有什么意见的话 你们就来试试看 可是全世界看到的 这两个非常大的矛盾 是你从2020年开始 你刚刚讲的 你就已经反贪腐了 你就已经杀到底了 你杀到底的状况下 你怎么反贪腐越反人越多 第二个就是 你连做国防部长 这两个人都跟军备有关系 如果这个国防部长 跟军备有关系 都有关系的话 那军队的贪污不是非常可怕吗 而且这很多中国民众都说 你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不是有曾经宣告说 我们反贪腐的作战 已经告一段落 而且胜利了吗 所以到2020年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有下降 可是保洁你知道 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又一直开始上升 抓贪腐的人越来越多 特别是今年越来越多 他说这几个月来说 几乎到了每两三天 就有个终极的干部 会落马的地步 这在以前都不常见 而且现在连续两个 国防部长 跟人拿出来开除党籍 所以中国习近平还在整数 对 还在整数 也就是说他压力非常大 他压力大到 因为内外 他就是完全没办法控制出的时候 那怎么办 我就杀嘛 你看两个都把他杀掉 那为什么要杀他们两个 第一个 李尚服 我把你从火箭军上扒着起来 你即使被美国制裁 我还是升你当国防部长 结果你居然贪污 好 另外一个是魏凤和 魏凤和说实在 他也不是习近平 这个时代的重要人 因为他原本是胡锦涛的人 那后来习近平 是把你扒着起来 可是问题是 两个人 你都给我这样子 整个下屏住 所以他当然就毫不客气 你看他官方说什么 他马上两个 骂得非常臭头 身为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干部 背弃初心使命 丧失党性原则 这是指李尚服 然后信仰坍塌 忠诚实戒 这是指魏凤和 把他们两个 然后行为辜负党 还有党中央 还有中央军委会的 委以重任 严重污染军队的装备领域的政治生态 还有行业的领域风气 这是指李尚服 然后严重污染部队的政治生态 指的魏凤和 把他们骂得很惨 这个过去都没有用这样的 直接讲成这个样子 所以到时候事实上 他所面临的问题是怎样 因为他目前为止的内政压力 相当相当巨大 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再把过去反贪府的招牌 再把他拿出来挥一挥 但是他这次的反贪府 因为太多的军事将领 落马之后 宝姐现在人家就问说 那你军队到底是腐败成什么样子 中国现在出现了很多奇怪的事情 第一个是 李尚服跟魏凤和 李尚服等于是习近平手把手 一路把你的拉拔上来 当了国防部长 可是没有想到 李尚服跟魏凤和同时说 你们俩被开除党籍 而且你犯了非常大的 这个所谓的贿赂的这些问题 结果这个时间你就发现 很多的什么的非战 刚才讲的 天兵的这个工厂 对 发射火箭居然说 我是在地面上 做这个引擎的测试 发动机的测试 怎么可能飞上去 还有 我今天发射火箭的时候 我的第二节居然掉落 第二节掉落在大家 众目睽睽之下 上面有非常可怕的一个毒气 现在更传说说 现在 这个大家传得沸沸扬扬 也是 在中国的贵州 竟然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军火库 出现了一个大爆炸 对没错 事实上最近为止来说 这个网路上的很多消息 在传言 就是说 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画面 这画面是6月27号 在中国贵州的一个军事弹药库 发生个大爆炸的状况 事实上有人拍到这个画面 但是网路传开来了 但是媒体马上就把它封锁消息 封锁了 这个据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很多人统计都说 今年中国不是只有发生 这个贵州的军火库发生爆炸 有六七个地方都发生爆炸 只是网路上 没办法查到这个消息 很快就被封锁了 好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所谓大爆炸的状况呢 包姐 现在就有人怀疑说 是跟习近平从去年到现在为止 一直不断整肃 火箭军啊 什么李玉昌被抓 然后包括说像李尚福啦 这个魏凤河都被抓 他们其实都跟军备军书有关系 像李尚福以前是后勤啊 虽然就管这些军事弹药库啊 这个都算军事弹药库啊 所以有人就说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要开始查 查的话我要知道说 你们这些军火弹药库到底可以用多少 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过吗 中国的高层来查粮仓的时候 粮仓就不塞 现在一模一样的局面发生在弹药库 就是上面的习近平想知道 我们到底状况怎么样 查什么炸什么 但是索性如果被你查出来得了 你看这个李尚福他们就被开出党籍 那我这个怎么办 所以一不做而不休 就把弹药库给炸了 或是把它放火把它烧掉 所以才会出现说六七起 这个疑似网路传说 有那种军火库大爆炸的这个事件 所以那跟习近平整肃军方 有非常大关系 因为你要查到底亏控 多少钱的一个状况 而且这就没讲吧 你在河南呢 这个地方也是河南 河南刚刚讲 我在天兵公司发生这个火箭的时候 居然在空中出现问题 那你就讲说这个怎么可能发生 而且这个时间难道有猫腻吗 当然有猫腻 为什么 因为他抓了这个李玉超 就是跟火箭军相关的人事 那好 事实上魏凤凯也担任过 他们都担任过火箭军 我跟他讲 事实上这家公司天兵科技 它是2019年才成立的 它其实它虽然说是名气 但其实它是从中国的军方 人事过去的 所以它是军方名气的 这个相关的结合体 那这次测试很奇怪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了一个最基本的错误 什么叫基本错误 我只是要把它固定在这个地方 热开机这样测试它的引擎 就被它居然没有固定好 就让它飞出去了 所以就是这样 这个是很基本很基本 你就会犯这种错 那表达什么 表示就是故意要给你难看 所以为什么要故意给你难看 就是因为他们都知道说 很多人在拍 因为有时候你可能在 这个什么火箭工 这个所谓西舱基地 或是南舱基地 这种你很难被拍到 但是我这次公开测试之后 就给你出大球 所以显见的 很多军方人士 对于习近平 你这样整肃的时候 非常非常不满的状况 事实上 这两天我们看到 我们澎湖界的渔船 到了一个过去 我们认为在金门附近 本来认为说 这是我们补这个 所谓小卷的一个地方 现在被抓起来了 抓起来以后 你跟我讲说 原来7月1号以后 中国完全不一样了 中国开始锁人了 开始大追捕了 中国开始刚刚讲的 他开始不顺眼就抓人 对 没错 从7月1号开始来说 你去中国香港 或是澳门这些地方 你要特别小心 因为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 所谓大抓捕时代 大抓捕 因为他们的国安自刑法 这个实施之后 我可以随时拘捕你 我可以随时看你的手机 我可以随时认为你有嫌疑的话 我都可以把你滞留的一个状况 不是 我当时本来看到 这条新闻的时候 有可能吗 就今天日本的媒体讲 真的有日本人跑到了香港 然后看他不睡眼 真的要把手机招出来 那真的去查着手机 对 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的澎湖的渔船被抓 那你觉得会不会意外 不意外 因为中国现在就是大抓捕 你只要稍微越界 这样 我不用客气 我就直接把你抓起来 没得讨论的空间 譬如说你现在去 这个中国任何地方来说 你看 手机 你看 他就说 这个国安执行法公布之后 你看 他现在机场里面 已经有这一个了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内 爆孔音频 视频 图片 请出示手机予以配合 谢谢 配合 所以你就要这样子 公安机关可以任何查 所以说 这个是进到中国海关 就看到这么大的一个板子 这么大的板子 就告诉你说 公安机关检查手机里面的 视频跟图片 请你配合 对 又有爆孔这些行为的 我就要看一下这个状况 那随他的定义 所以基本上来说 他认为你有嫌疑 他就直接看你 他也不用客气 就是这样子的状况 那这样谁敢去啊 当然啦 很多人就觉得不敢去嘛 另外一个 香港也是一样 从香港就看得非常清楚 因为日本记者 这个原本要报道 这个香港回归 27周年这样一个状况 结果没想到 他去了之后发现 香港跟他过于想的 完全不一样 对 香港现在到处都看到 这四个字叫建宜急报 简单的说就是 小心匪谍在你身边 那是感觉 整个香港到处都贴满了 这个字眼 我们小时候叫做 检举匪谍人人有责 对 现在在香港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从香港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且目前为止来说 他们最高赏金是高达 1650万日币 然后香港居民 已经举报28000次香港的市民了 举报28000次了 对 顺着到事实上 现在香港已经有点 陷入一种恐怖的这个氛围 还有你入境中国的时候 你可能手机什么 隐私都要被看光光都不用讲 那我就说 中国进入大抓捕时代之后 只会把世界推得越来越远 只会进入一个 更加锁国的这个局面 好 我们刚才讲 就有一个台湾的旅客 他过去是记者 他已经离开了位置 他到了中国去 他说 我现在要求你看手机 他说没办法 我怎么可以让你看手机 他就被罚钱了 保险这个故事 真的有点离奇 因为为什么 因为这6月26号的时候 台湾有一个X先生 他去香港这个地方 然后他在尖沙嘴 他在咖啡店外面 他在咖啡店外面抽烟 抽烟抽烟完之后 他就把这个烟洗了 烟洗了之后 就没想到 过了几分钟之后 有两名这个 这个自称是 香港环保局的人员 就跟他讲 而且开头就直接讲 比如说 刘宝杰 就直接叫做 刘先生 他吓了一跳 然后他就说 你跟我到外面去聊聊 然后这个环保局的人 你就跟他说 你乱丢烟地 说要查手机 那你不给检查的话 就要开3000块港币的这个罚单 则二行贷币是12000多块 然后这个X先生当然说 没有 我很确定 我没有乱丢啊 他这个有一个这个烟灰缸 我把它弄在那里面 放在烟灰缸 这绝对不是这样 你说这个店家外面 有一个吸烟区 我在这个吸烟区 而且我抽完以后 我是放到店家设置的 烟灰缸里面的 然后他就说 没有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你的这个护照 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他就指了 因为刚刚说 我抽的是这包烟 那看我的烟地是这样子 这里面没有我这种烟地啊 那地板上面 应该没有类似的啊 他们还是不信 还是要看我的手机 不管怎么样 他就是要看你的手机啦 反正就是 反正就是说 你没有乱丢 他还是一样就开单 开单来说 后来就上了这个警车 因为他不愿意嘛 不愿意后来就上了警车 他不是环保局吗 对 没错 那环保局的人 怎么会上警车啊 没错 那后来手机就让他们看 他们就决定要开这张罚单 所以给他们看的时候 他们还是让开这张罚单给你 不是 这个不可思议 我6月26号我在煎沙嘴 我在咖啡店的外面抽烟 抽完烟进去以后 5到10分钟就有人进来 他居然知道我姓什么 他知道我的工作 他知道我是台湾人 对 因为他是 从台湾离此好几个月的记者 所以可能呢 他原本就被盯上 他这个知道说 他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 香港耶 他要来看看你的手机的这个状况 那他很吓 吓到一跳 结果他就请他的这个 他们相关人员 他们有朋友嘛 赶快录起来这个相关的画面 他说真的 这整个画面 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惊恐 没有想到香港 居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所以中国讲的 7月1号开始 中国国安部要实施 两个部门的什么规障 反正就是国安人员 可以按照他防范匪谍 防范间谍 维护国家安全的理由 我随时可以查你的电子设备 这个电子设备代表 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可以随时查验 虽然中国有说 不会查无关人员 更不会查普通入境人员 但是问题是 现在这名记者 他就是很简单 是一个无关人员 他就被查 所以这个所谓的大抓捕 或是那种恐怖的气氛 真的笼罩在 目前你要入境 中国的任何地方 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所以刚刚讲的 像麦克苏夫他现在要离开了 Amazon也要离开了 刚刚讲的很多美日企业 包括什么 包括伊士丹百货 也要离开中国了 而且我问你 如果你很重视 你的这个个人隐私的话 你会愿意去中国吗 我当然不行啊 对 很多人都不愿意去了 所以美国企业 日本企业 他们这种非常重视 个人隐私的 他们只有一件 一个事情 跑 对 让 让杠就对了 论好 所以他事实上现在你看 Kindle Kindle原本的这个亚马逊 他在那边也是 努力发展他的电子书 现在已经不用相关的服务了 我们即日起呢 全面退出中国市场 你为什么因为 事实上你要管制太多 然后我相关人员 我也不敢去 中国跟你做生意 我可能会被查 而且你可能一进去 搞不好他就看你是美国人 就会给你看 他讲不是你的手机 你的电脑 我都要查 那搞不好电脑 有我的营业机密哦 所以你就知道 事实上那些公司 就不愿意去了 比如说像伊士丹也是 伊士丹原本来在上海 梅隆镇这个地方 是他们第一个店 就没想到 因为这个营运不好之后 他也慢慢离开 今天微软也是一样 微软把他这个 这个在中国相关研究室的 相关人员都完全撤走 撤走去哪里 他们现在撤到全世界 反正不要留在 中国就好了一个状况 而且中国这样这个大抓捕 连他的军方都没有放过 而且这个军方的欣喜 还在进行 最近刚刚讲的 中国有一个梗塑就是 无人生还 包括李尚富 包括秦刚 包括魏凤和 包括火箭军的司令李玉超 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整理 你知道吗 太夸张是 把中国的将军哦 是有颗星星在上面哦 把中国这几年来 消失不见的将军 他们已经可以排成一个连了 对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这几年的这个抓捕 到底多夸张 你看无人生还 保久我问你 你现在李尚富人怎么样 不知道 现在这个秦刚怎么样 不知道 对所以他们两个都不知道 那你更不用讲 魏凤和李玉超 目前为止怎么样 所以就是说你看 这么多人都被抓 所以最近为什么有 什么火箭军 火箭这个试车的时候 突然 突然射出去 然后爆炸了这个状况 然后很多状况发生 就是因为你抓捕了那么多人 造成了一个反效果 所以刚才讲到 可以一个连的将军 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只有多少个 中国的星星 就掉落了一个状况 而且我觉得最夸张 就是日本媒体去报道 因为这是香港回归的27年 27年的时候 我想去看看 就发现香港真的完全变了 你看到很多红衣的人 你看到上面全部都是 建议起报 上面都是你鼓励举报的宣传 还有什么 你不是只有在公交车上面哦 刚才讲的 你现在连你的海报 还有 你现在看到一些莫名其妙的人 你在走着走着 一个莫名其妙的人 就会一直跟着你 一直跟着你 然后一直盯着你 王姐 现在香港已经被染红了 为什么被染红了 你可以看到 过去香港是个 自由自督 然后这个言论自由 或是各式这样的气氛 很自由 可是不是 现在宝姐你看 现在香港街头出现 非常多这种红衣人 那种红衣人 他们就会在广场 然后在什么地方 宣扬说我们爱中国 爱楚国 然后挥舞的这个五星旗 这样一个状况 在香港的很多重要聚会 据点都看到 这么多人的一个状况 好那除了这个 你看这个重要据点 回归的庆祝场 这个就是那个日本的记者 本来他去采访 香港回归27周年 可是他看到的样貌 跟他想象完全不一样 对因为过去香港来说 我们看到这双层巴士 红色的双层巴士 现在没有 现在双层电车 现在不是 现在双层电车上面来说 都变成这种 建议急报 就是现在全部 都在这个叫你说 你要看到有嫌疑的人 赶快举报他们的一个状况 而且不是一辆车 对 是所有车都这样 每辆车都这样 好那除了这个你看 这是刚刚那 广告招牌都是 对到处都是广告 你看这个平面广告 平面的这个墙上面来说 建筑物的墙上面来说 全部都是建议急报 建议急报 你看又是建议急报 所以就这么讲 就是目前为止来说 这个香港的恐怖气氛 我觉得是真的 我们很难以想象 所以刚才讲说 现在举报的人数 已经超过两万八千人了 而且这个气氛来说 真的是相当恐怖 为什么相当恐怖 保险 香港有一个民主派的 这个主席 叫做陈宝英 你看他街头上演讲 对 街头上演讲 这在台湾也在 这个正常不过了 可是你要多恐怖吗 旁边有非常多人 在跟他收证 你看 除了他在旁边 他在讲话的时候 旁边有这两个人 你看 这个全程 就直播这样 就在录影 录影他的影 录影 这个还有编译警察 在中间 然后还有什么 还有人贴 这个很显然 就是警察的一部分 他也在那边 戴着一个耳麦 戴着一个耳麦在那边 然后甚至在车上 远端的车上 还有人在见识着他 所以他就说 他其实这几年 他只要一公开演讲的时候 全部都被监控了一个状况 而且他说 现在也不可能 有什么公开的 什么集会游行 都没办法通过了一个状况 所以他就问了 一个香港的市民 他说你觉得香港 现在还有言论自由吗 他说 我已经无话可说了 现在香港市民 完全都是已经 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甚至连很多的 这个所谓记者 现在完全都不敢 报道出事实 所以你知道 事实上 现在整个香港来说的话 已经进入了 所谓的倒退到 红色的 这个恐怖的这个时代 我觉得香港的 这个状况来说 我觉得真的 非常非常的忧心 sistema 付owment